我是一个负责人 那真正经手的人来讲的话 是我们国外业务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 国外业务会比较清楚 被问到匈牙利代理商BAC 金阿波罗董事长许清光 吉利喊冤 更发声明表示 金阿波罗公司与代理商BAC 建立长期贴牌授权 以及区域代理合作关系 而AR924产品设计与制造 均由BAC公司负责 而许清光更表示将跨国提告 不过都下午态度转为低调 实际搜寻BAC公司 在匈牙利的登记地址 一整排都像住宅 也没有工厂生意 让这家公司的背景 更加扑朔迷离 对此许清光表示 这间国外代理商 三年前开始代理 金阿波罗公司许多产品 而2022年就开始自制产品 并且挂金阿波罗公司的商标来卖 没想到2024年9月17号 就发生了呼叫器集体爆炸案 而许清光自也表示 觉得这间公司怪怪的 因为是透过中东来汇款 而今阿波罗公司原本是呼叫器对讲机龙头 甚至连FBI都是他的客户 而现在则专做美食街接收器为主 突然卷入了黎巴嫩爆炸案 引起国际关注 而一切恐怕还要等代理商BAC 出来说清楚 真相才会大白 三立新闻中云锐 杨紫玉新北报道